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过全世界多少危险的地方 他们做了一个旅行节目 但是这个节目也难以定性 就叫什么真人秀啊 还是叫什么旅行啊 纪录片啊 其实我觉得都不好 这其实就是我们在路上的所见所感所闻 真实的 而且这老张我也对你挖了点黑材料 说你们俩小时候就住一胡同里 对 我四岁认识他的 到现在 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将来要嫁给他吗 那会反而就觉得跟他在一会儿挺好玩的 比跟别的小朋友在一起乐趣多 将来还真的就走到了一起 而且呢 说你们俩原来原本也是北京俩负大款 是吗 我们俩算是北京负一代 负一代 为什么这么说呢 算小土豪 国安门一代 当年羊羊串摊 都是我的 你是卖羊羊串发家的是吗 卖羊羊串 然后承包 其实干过太多事了 胡同里那种厕所 公共厕所 然后他需要人打扫啊 然后一个月打扫一个厕所 可以领一百七八十块钱 我就是提的也好 那有多少呗 不是 您这树立了个榜样 就干这活都能当土豪啊 是不是这是开始 然后慢慢的 也积累 有了家族企业 冷饮店 企业 然后呢 慢慢变成饭馆 然后慢慢就这么一步一步 谁知道 稀了糊涂的走到今天了 反正是发了点小财 还好 后来呢 去到了这个大地震 就2008年 2008年 这个地震 然后咱们这老张去救灾去了 人生观 由此大变 就你在想 生命太脆弱了 人这一辈子 挣钱是不是唯一的目的 人这一辈子 到底该怎么活 回来之后 我就跟梁红说 我说咱这日子过不了了 他说怎么了你这是 我说我现在没活明白 对 那会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 哪个会先来 就三天 我们俩做了这么个决定 然后把能变现的变现 把能收缩的收缩 然后干嘛呢 出去玩去 你要说问很多人的理想 都是周游世界 但是咱们就舍不下 走不了 但是我想的那周游世界 没有你们这么不舒服 就是说你们 我我 就我脑子里收到的风啊 好像在这个火山 那火山口跟火锅似的吧 一千多高温 你们能够接近到 距离那个一百米 然后是这个北极求的婚 南极结的婚 没错 天哪 而且主要我觉得最惊人的呀 是你们穿过的这个中东地区 几乎是所有的战乱的 现在全世界80%的战场 咱们可以先看一段啊 就可以知道这惊心动魄 我不想老听小道消息 或者安保公司的信息 或者相当给我提供的信息 真有他们说的那么危险 最好的方法 就是跟着喀布尔的警察 或者军队 去执行任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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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不是作战行动 巡逻行动 但是出去以后 也是特别危险的一件事 所有的这些军车 都是被袭击目标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 一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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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们到 刚才这是在 在什么情况 在阿富汗 在阿富汗的喀布尔 因为呢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人 跟我们说 这危险 这炸弹 这怎么样 这要袭击 综合性交火 绑架 各种各样的 老听的这些 然后我就想 我这人是一个 就是 我就不愤儿 也不叫不愤儿吧 我就想这到底是真的假的 你们说的到底是真的假的 还是天天吓唬我 框我钱 然后我就找到了 阿富汗的 这是101旅 他们是负责 城防安全的 然后我说 我们想看看 你们的工作状态 我们想知道 你们到底 你们到底在一个 什么样的环境下去工作 然后 他们那个中校 特痛快 我在你们 石家庄学习过 石家庄 我老家 我就石家庄人 石家庄 陆军学院 对 陆军学院 学习过 石家庄陆军学校 我一听这个 我就说 那这个套老乡套近乎吧 然后他说 行 我可以同意 太好了 然后跟他们 真一出去发现 还真是哪样 他们是出去 四辆汉马 五辆汉马车 然后顶上架的 M60机枪 都是核枪实弹 然后人手一支 M16的突击步枪 到了这条路上之后 两辆车往前走 一边一辆 就是形成一个交叉火力 来封锁这条路 后面也是两个 中间一个 负责检查所有车辆 他们那天的任务是 有可能有小车 就是轿车 来带一路炸弹 进卡本 我就问问太太 不要命吗 这咱周游世界 干嘛不好 其实我们俩 真是特惜命的人 我觉得就是因为惜命 所以我们会把 我们出行之前的 安全准备 做到最足 所以您可以看到 其实视频里面 老张当时也是全副武装 穿着防弹衣 然后戴着防弹头盔 你以为能 我的AK47吗 我得插一种 我那个防弹衣是特制的 就是特殊制造 别说AK47了 SVD那种狙击步枪 可以零距离射击 我怎么听说 你们还审问过 极端组织的俘虏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 大家都听说我极端组织 他们干了特别多的坏事 我这我说的长一点稍微 我们先去了一个 雅兹敌人的难民营 这个难民营呢 我们看到一个姑娘 17岁 眼睛大大的 特别好看 然后但是我们听了 她的故事之后 我们发现我们无法面对她 她这些什么故事呢 她在极端组织里 当性奴隶 八个月的时间 整整八个月 最后她是搞定了 门口的看门人 跑出来的 光着脚跑出来 现在跑到了难民营 对 当时我们都觉得 怎么去安慰她 因为这个对于一个姑娘来说 真的这是 八个月呀 这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 但是为什么库尔德人 允许你们去 这算访问的 还是我注意到你用审讯 对 这个 这个应该算是访问吧 应该算是访问 对 因为正好赶上了 就是库尔德人 要去审讯这个战俘 那么我们说 我们能不能够说去 在旁边去听一下 他们的审讯 然后顺便我们有一些 我们好奇的问题 可不可以提出来 其实这些问题 前面的铺垫还不够多 还得再多铺一点 这也不几两两 对 我见完了这17岁的女孩之后 我又见了一个妈妈 抱着孩子 我们面对面两个小时 她只说重复一句话 就是她的老公 是摩索尔的警察 然后当她找到她老公的尸块的时候 下葬的时候 还没找全她的尸块 就被切成很多块 咱们知道 他们会割脑的呀什么的 但他们发展的后端 已经是 就干的不是人事了 他们把人剁成一块一块的 这两个小时 这个妈妈就一直在哭 所以我也好奇 我说这些人 到底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他们真就是疯子吗 或者他们真就不是人吗 因为我真没见到过 真没见到过这样的人 甚至当中不是很多 具有西方来的青年 那些法西斯 对 有 你就是说 你见到这个俘虏之后 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对他什么观感 我当时见到了三个人 第一个是一个 土库曼斯坦 对 第二个是一个图尼斯 第三个是一个土耳其 我对第三个人的印象 极为深刻 第三个人是什么呢 他是个土耳其 土木工程的大学生 大学生啊 大学生二十四岁 我说你受过教育啊 你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呀 然后 但是他是一个极端的宗教主义者 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个害了他 他就跑到了叙利亚 说我要加入你们 我要效忠 然后人说 那你能当人体炸弹吗 这孩子就软了 说人体炸弹我还干不了 那你去打仗吧 叫他去打仗 然后上了战场之后 然后被服务 被服务之后 最后的命运也就只能是处死吗 啊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就当时特别生气 我说你了解 伊斯兰教怎么说的吗 你知道古兰经是怎么读的吗 古兰经里教你们这样吗 那孩子说 我没读过古兰经 我说那你认为他们是伊斯兰吗 他说我认为他们不是伊斯兰 他们是用宗教在控制人 这孩子看样子最后还是明白了 就是说到最后被服了之后 他对他的这个过往是有悔意的 是吗 是有悔意 当然这个悔意有两种可能 有可能在脱罪 就是说我没杀过人 我没干什么 我就一新兵弹子 就被你们抓了 你们放了我吧 当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你感觉像是那种穷穷饥饿的 这个杀人不眨眼的人 那也是一个鼻子俩眼 所以说这事就是让我们觉得就很想不通的 就是其实24岁正好的年纪 然后又是不是说无所事事 他是真正他据他说 他是在土耳其上大学 他是学土木工程的 我觉得这是一多好的专业 而且大学生 以后都有前途 对怎么就能干出这种事 这也是我们其实一路上 就特别想不通的一件事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一个想法 一个观念 可以对人有多大的影响 就不是说他们了 就你们俩我觉得也是某种恐怖分子 我听着你们俩的经历 我觉得就很恐怖 完全就是一个想法 深入这种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地区 你们没想到有这个送命的可能性吗 其实在出发前所有的准备都做过 对包括如果一旦我们其中的某一个人出了事情 遇到了危险 我们要怎么去处理 包括我们整个团队遇到危险 大家要怎么做 其实都有准备 没了命能怎么做 不是 接着您刚才就好 你这那些地区 他有时候经常误伤的 哒哒哒哒哒 过来也就乱枪 我们不怕误伤 我们的车是防弹的 我们在车里也穿着防弹衣 然后车也正面挨了一枪 侧面挨了一枪 挨过枪啊 挨过枪 这个我不怕 其实刚接着您刚才那话说 就是我们也比较极端 我们极端在哪呢 我们每辆车里啊 放了一颗手榴弹 你们你们这种允许携带武器吗 不武器一定是在 这就是绝对不能去携带武器 但武器哪来的呢 就像买菜一样 装菜市场 哎 美国手雷美国手雷 便宜了便宜了 真就是这样 就那些地区啊 好家伙 车里装点西湖 真是 这真的感觉在当地买武器 就跟我们逛菜摊是一样的 一个摊上面 比如说咱们这儿放什么 西红柿黄瓜 对吧 它那个摊上放的就是什么 枪链子弹链 然后什么手雷 就是当时我们 在那个武器市场的时候 我觉得也挺震撼的 啊 武器是这么卖的吗 而且 而且能特别逗人 那叫嚣着就卖的 说的是吧 我这个好 我这个是美军现役装备 然后我我比他的便宜 他卖五十美金 我卖四十五美金 你要多买还能再便宜 四十美金可以 天哪 那是个什么地儿啊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去一下广告之后 当然这个我看啊 你们也不是说胡来 是吧 但就是决定环游世界 这个目标之后 说你们俩就准备 就准备了五年 没错 我看了一下 基本上你们五年 对自己的训练 是007的训练 是吗 能开飞机 对 这个训练 主要是取决于 我们要做那些事 比如说我们潜水吧 潜水我拿的现在是 就是水下深水的汉阶指兆 为什么要拿这个指兆呢 当年啊 我们在第二季的行程中 有一战的计划是 玛雅文明的探秘 因为在墨西哥 犹太坎曼的那些地下的水网 那些地下溶洞里面 有很多玛雅文明的遗迹 但是由于技术能力的原因 人类还始终没有下去过 我们是首波下去的人类 是不是他比你还是各方面厉害点 就特殊技能 对 他是我偶像嘛 一路上基本上你就拖着他是吗 怎么说呢 我算拖着你 我看你进晕船嘛 我看你说的海上一大浪打了 你进晕船嘛 晕到都想放弃了是吗 放弃还真不是他说的 是我说的 你看不下去了 对 他心疼我了 太可怜了 那个自己没有力气固定自己 在船舱的地板上 往那边一歪撞沙发上了 往那边一歪撞桌子上了 拎一袋 呕吐袋啊 老图不进去 哎呀 不要脑补这个画面 你为什么还愿意这么跟着他呢 我觉得当时的想法是 首先我们在出发之前 是我们一起制定的这个计划 那我觉得是 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梦想 那必须要共同去完成 我不可能说 行你开船走吧 我坐飞机等你 我觉得那就不是梦想 那也就不是我们两口子干的事 对 然后另外再有一个呢 在开船前所有的人都会反对 就是我们听了太多太多不同的声音 就是全都说说你们疯了吧 根本就不可能 没有人走过这个航线 你们根本就走不了 航线太特殊了 我们是横跨白令海 走宗谷海峡 经厄霍茨克海 最后横跨白令海 然后白令海出来之后呢 从美国拉斯加 又跨北太平洋的风暴带 然后到洛杉矶 然后一路南下 最后走治理峡湾 过和温角 然后过西风带 到了长城站 干嘛呢 结婚 哎呦 这事有点 我说你们俩这条路啊 就是套用具样本戏 就是越是艰险越向前 你们是这么制定 他在北极怎么求婚 给我描绘一下 哎呀 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让我这一辈子都特别难 跟我说说 他没告诉我 因为南极结婚 我知道是我们一起制定的路线 但是北极求婚这事 是他自己偷偷藏着 那肯定的 对 然后那天呢 我们完成了室外 零下54度的室外露营 她是全世界首位 跟她露营成功的女性 对 然后我就 你是首位男性吗 我不是首位男性 那还是太厉害 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 哎 这个完成了很高兴啊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说成了 这个咱们目标达成 她说你等会儿 你在这站会儿 我说为什么呀 咱就在那个标志性建筑底下 其实特冷那天 我在这来回跺脚 我说你要干嘛 然后他说你在这站着啊 他拿镜头对着我 我说今儿咱拍什么呀 我还在这逗他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脚本 也没有什么 然后他说今儿咱拍花絮 啊 我说咱拍的不都是花絮吗 然后这会儿 他就拿出一个戒指 然后就担心下跪 说我要向你求婚 哎呦 当时我真的 我直觉那个 那那一段话还拍下来了 我当时就说 这事我不信 然后真的就感觉 我因为 因为这么多年了 对 我们俩那会算 我也不是一个老把浪漫 放在表面上的人 那会儿我们俩算已经 三十年了 二十八吧 二十九年了 对 二十九年在一起 我觉得求婚这事太意外了 你也没跟我说呀 然后 可能什么事都告诉你嘛 对 眼泪出来了吧 哎呦 我当时就一下 他说 他说 我 他说 啊 我真的 我要向你求婚 拿着戒指 然后我一下就 啊 我真的假的 然后直接就流眼泪了 然后直接眼泪冻成冰了 没错 对 没错 真的 凝固了是吗 特别冷 当时天空是什么呀 反正理论上 那天的天 应该已经是那个 就是很冷 快要到晚上 就是傍晚 他一天的日照 只有 当时只有四个多小时 对 但是 在我印象里 那就是蓝天白云 哎呦 真的特别美好 当时 所以听说你们在南极 结婚的时候 这个德国总理默克尔 还给你们发 发了一个贺电 哎 那贺电挺有意思啊 说那个默克尔 大概意思就是说 这个情侣啊 与其这个相互对视 这不算什么牛的是吧 真正牛的 应该是两个人 共同目向远方 是吧 哎呦 真是 所以这得谢谢莫大姐 哎 你们这个好像跟一些高端组织还是挺有交情 比如说 我感兴趣的就是你们做了一个事儿 就是说 还是经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意哈 在这个阿富汗那个被炸毁的巴米扬大佛 你们用这种3V3D的这个投影 对 就是复现了那个巴米扬大佛 55米高 这个影像 哎 为什么有此壮举 呃 当年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旅行啊 不是一个就是到那吃吃喝喝看看就走的人 我们希望我们到哪都能干一点有意义的事儿 就是为能为当地人带来一些带来一些快乐嘛 就应该这么说 你是不是有感于就说这个极端组织啊 在当地对这个文物的这种破坏 你们就亲眼见到一些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就是咱们看到电视里经常说什么 他们把这个炸了 把那个炸了 尼尼维城哈特拉城 这些全都是假象 怎么说 真相是什么呀 他们在炸这些东西的同时是为了掩盖 他们把周围都挖掘了 那些文物都走私到了欧洲 你可以在伦敦 可以在巴黎买到那些文物 为了弄钱 对 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们在巴比伦啊 然后在乌尔古城那些地方 没有人也没有能力去保护他们 去修缮他们 然后就是任着风吹日晒 然后甚至在我们在乌尔古城前面 还看到了满地的这个蛋壳 就是在那还曾经发生过交战 所以就是感觉 你说乌尔是全世界的第一座的 号称第一座城市 对 距今六千年前的苏美尔文明 苏美尔文明 然后乌尔古城的那座月神殿的祭塔 大概已经距今四千多年了 然后但他还依然能屹立在那 但是没有人去保护他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事 刚才您说的那个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 我们是怎么说想到做这件事的呢 是当时查资料 说这件有意义的事嘛 阿富汗有什么呀 一查有个巴米扬 然后一查巴米扬立刻就想起来了 当年小时候看到那条新闻 01年 巴米扬大佛被炸 被炸 对 那我说 那就仔细的搜 关于巴米扬大佛的所有资料 有那么一条消息 那消息是有一个境外的 有一个外国团队 希望用激光技术来重现巴米扬大佛 但没有获得批准 原因是激光是能量光束 它会对这个洞窟造成不规则的加温 损坏它 哦 那个洞壁 对 我说这个 这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小case呀 不就是光线的问题吗 那我们就找光线 找适合的光线 找色温跟太阳一样的光线 然后我们还把紫外线过滤掉 我们在北京反复做了实验 用了碳棒 用了卤素 最后我们选定了金属卤素光源 对东壁加温是零 然后呢 紫外线 我们又加了紫外线玻璃 阻挡紫外线 然后把这个方案 报给联合国交合文组织和巴米扬当地政府 人立马的打对钩画圈了 对 直接同意 你们我有个问题 就说你们这是应该不算穷游 对吧 对 一路上很多准备 这个现在听说这节目是赚了挺大钱了 但是我们没赚钱 是平台赚钱了 但是你们的钱 你们这个原来这个靠做冷饮赚的钱 这能自收自知吗 那绝对不可能 我们在这个 我们的旅行计划 我们一开始预算是九千万到一个亿 然后现在已经花了六千多万了 然后回报呢 大概有个 大概有个十分之一吧 那这最后会玩破产了吗 不会 我们的想法还是 我们做这个计划的时候 就是把公司的预期盈利都考虑进来了 你还有公司在做 对呀 靠着你自己就做买卖的钱 支持你们这个计划 为什么计划会到2017年年底停呢 就是2017年年底 我们如果顺利的话 应该把这250个国家跑完了 钱也花差不多了 如果顺利的话 钱也花完了 然后这 以后怎么过呢 然后我们公司还在运营啊 后面再继续的努力进行公司啊 哎呦 真是 这叫会赚钱也会花钱啊 清清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梁红我还是感兴趣啊 这么样要游遍全世界啊 而且都是这种惊险之地 但是啊 往往伴随浪漫 嗯 你哎 你给我说说 有没有最浪漫的 哎呀 我觉得就在这件事上 老张还是不负众望 怎么说 他其实是一个挺多小浪漫的人 我觉得有好多次 比如说我们在船上 然后当时 大家都知道我运船 然后挺难受的时候 但是那天晚上呢 我们船航行到一片 就是真的是荧光色的海面 就像少年拍《奇幻漂流》里拍的那样 哎呦 特别美 然后他就把我叫出来 他说你一定要来上面假晚上 然后我挺难受 我说我不去 他说你上来上来 然后就是直接就揪着胳膊 你必须上 对 因为确实太美了 那个飞鱼啊 嗯 哗一下月出水 然后是荧光色的飞鱼 对 身上还有水滴再往下滴 你可以沿他飞过的路线呢 能够看到那种痕迹 滴下来的水滴 那种荧光的波浪在扩散 然后砰一下就进水 对 就是仙境一样 然后当时老张就拿我们船上一个海水泵 然后那个泵呢 就抽到海水 他拿那个喷头 然后就在海面上喷个桃心 哇 特别美 然后当时就觉得什么晕船呀 骂我 哎呦 真是 女的就这么好骗 我就想起来 你接着说 然后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找那个长鼻子猴 然后当天晚上 因为已经晚了 然后就看不看不到了 我就特别郁闷 然后他就拿我们随身带一个小手电 犯小脾气 我没有犯小脾气了 拿一个小手电 然后拿那个绿色的纸 就蒙到手电上 那个餐巾袋上的那个纸蒙上 然后就对着岸上的树 就这样有规律的摩擦 然后就跟我说 我送你个礼物 我说你能送什么礼物 这在小河上 猴子也没看着 对 我说我都没看到猴子 然后他说我送你棵圣诞树 那是八月份啊 多热的天 我说你别逗了 然后紧接着我就看他摩擦一会儿 然后岸上的那个树就开始闪 真的就像圣诞树一样一闪一闪的 就按我的那个规律 按我的那个频率 对 他就是 他后来跟我解释 他说你看我在跟萤火虫打招呼 然后所有的萤火虫就在回应他的频率 然后一同的闪 哇塞特别美 真的是夏天里的圣诞树 我觉得你们啊 就是能够真的去干 实现心中所愿的人 你比如说 好像我想起来二十多年前 那时候我曾经跟个女孩好 他就说他 我记得我们当年的一个对话 他说他有一个梦想 他说我说什么梦想 他说要到全世界啊 看这个星空 他喜欢看那个繁星 看星空 后来我给他查到一个地方 说是夏威夷 那个夏威夷的一个岛上 是一个天文台 就是能看到全世界什么最清晰的那个银河 我说我将来有一天一定要带你去 但是你看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这样 成过很多诺 然后试过敬虔 你们还真的就有这真的干成了 现在看来我应该是个说话算数的人 就是去南极结婚这事缘起在哪啊 小学的时候 我们俩一起写作业 然后我就觉得两个人就在一块太快乐了 怎么能两个人永远在一块呢 然后知道大人有一种方式叫结婚 说结了婚就能俩人永远在一块 那可不一定 那就现在知道 那会觉得一定会的 那就结婚吧 然后也见过大人结婚 就是开着车去饭馆吃饭 然后我说咱们也去饭馆吃饭 找个大饭馆 咱们开辆桑塔纳 那会觉得桑塔纳是最豪车 对 然后他说没意思 那我说我带你去世界上最远的地方 然后找老师问 老师哪最远 我说第一个老师说的 南极 南极最远 开车能到 到不了 那怎么办 然后这事就搁在那 但是我当时说要带他去南极结婚 没想到 过了二三十年 我没有愿吗 当我们想把结婚那件事 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 就想起来了 他说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 还跟你说咱们去南极结婚 算了吧 我就当没听到 那你说的身体 不过 到过时我们下宅